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布局是很常见的 白旗挂 黑旗托 白旗斑 这个是常见的 先挂一下也行 以后挂可能也有 白旗粘扇 黑旗打菜 白旗呢 这样呢 是一个很常见的旗形 过程中的次序呢 当然是有不同的情况 但是呢 就是说这样的形状呢 就是在对局中呢 经常可以见到 如果把这个地方全部算成白旗的空 黑旗呢 肯定是不满意的 黑旗肯定是不满意 那么黑旗对付白旗这个形状呢 也有呢 这个好的呢 破控的方法 也有好的破控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 也许大家想得到最多的呢 就是说是打入这个 打入这个 嗯 嗯 确实面对这样 抄大飞这个打入呢 是很正常的 正常的 不过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呢 也并不是这个最好的下法 因为白旗呢 就简单压住就行 这个黑旗未见得便宜 黑旗首先必须得挖啊 如果只是长呢 这个即使活了啊 也没什么意思 那么挖的话呢 还要首先要满足这个 增值有力啊 增值有力的情况下 但是即使增值有力呢 白旗呢 也比较容易对付啊 白旗就打吃 从上面打吃也可以 然后退啊 然后退 黑旗爬呢 白旗就长 你虽然飞着啊 也能活 但是呢 这个白旗在这之前 先尖一下啊 前面尖一下也行啊 然后呢 就是说就硬住啊 这个黑旗呢 没什么了不起的啊 虽然活了 但是呢 也是比较无趣啊 这里还得损一下 是吧 那么 嗯 这里的木树啊 已经亏了 那么这边呢 还被点进来 这个黑旗即使活了呢 也是 亏损 也是亏损的 这个打入的效果呢 不是太好啊 不是太好 所以 面对这样的旗行呢 嗯 打入这个啊 不太满意 不太满意 那么 呃 黑旗正确的 来破白旗这个空的下法呢 是 在 二路漏啊 这个 大家想必呢 也都应该是见过的啊 嗯 注意 这个补充一点啊 注意这 如果这个是拆高的这个形状呢 就不要往这里去打入 注意啊 对 因为这样呢 它正好呢 顺手一压住啊 这个 它是高的 如果是低的啊 你倒是可以考虑这个打入啊 比如说 这里逼住了以后 当然是明显 即使没有逼住呢 打入以后啊 再挖 这个倒是呢 也是有的 但是高的情况下呢 这个打入就不好啊 不好 所以面对高的话呢 这个黑旗正确的下法呢 是 点灾二路 这个呢 是 比较呢 呃 有力的这个 下法啊 嗯 那么接下来 白旗呢 就比较 如果白旗想选择退让啊 那么呢 白旗 白旗可以现在挤一下啊 这个是 便宜的好时机啊 黑旗呢 只有 装上 只有装上啊 嗯 嗯 如果 你 这个现在想搬过不行 着急了 这个被一断了 这个自身的这个 毛病啊 太多了啊 这里挖 这里是吧 这个 所以装上 那么白旗 一般便宜一下以后呢 再做退让啊 比如说靠 嗯 嗯 嗯 那么白旗做退让的话呢 黑旗当然呢 是 可以呢 呃 满意的 就是黑旗接下来 不要急忙度过啊 这个 如果这样度过肯定就亏了 这个从一路度过这个 呃 所得太少啊 还得后手 站上 那么靠的话呢 黑旗可以 搬 黑旗可以搬 白旗挡住 黑旗打吃 白旗站上 啊 黑旗然后呢 再度过 这样的话呢 从实地的角度上来说啊 黑旗还是很有收获的 把这个白旗这个下面的木树啊 都给破关了 自己度过同时呢 还有几木旗的这个收获啊 这个黑旗的木树呢 收获还是很可观的 当然了 白旗有时候呢 也会选择这样下啊 也会选择这样下 因为白旗毕竟呢 外面啊 走得也是 非常的 这个厚啊 非常的厚 这个 对于以后的中央的发展 也有很大的这个 这个 帮助 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这个到底是 嗯 好不好啊 要根据这个全局的这个情况啊 来做决定啊 来做决定 这个白旗如果这么选择呢 主要是呢 还是看中中央的这个发展 啊 看中央的发展 这个是 嗯 也是可以 这一种选择啊 但过程中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黑旗 交换了一下以后呢 暂时不走也是可以啊 就当做呢 先手便宜了 便宜了 以后呢再施展这个手的 因为就是说呢 如果你现在不交换一下 一旦被白旗都啊 都走 走了以后 你肯定这个呢 就来不及了 你再走呢 他肯定要这样来杀你了啊 这样呢 先交换一下 不走呢 也是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么白旗退让呢 还有一种下法呢 他就是肩啊 这个和 和压住呢 这个是 大同小异啊 大同小异 这个也是 黑旗也是度过啊 当然 先挤一下也行 这个呢 是大同小异啊 和这个靠的意思呢 是 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不过呢 白旗啊 这个地方 总是一般来说啊 就是肯定呢 还是 不太可能 就被黑旗这样 轻易的这个 把木树呢 破光了 不太可能 那么白旗 首先想到的 肯定还是呢 要仿击 小剑 这个仿击是 分断黑旗 分断黑旗 当黑旗赶阿鹿漏进来 自然呢 也就不怕呢 这个白旗 这个小剑 那么黑旗接下来的造法呢 有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跳 现在 黑旗啊 要想 白旗 要想强杀黑旗呢 这个呢 基本上呢 是 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 首先 你想封住这个头呢 这个 只能呢 靠这个 靠这个 你虽然能靠这个 但是 作为黑旗来说 他想跑出去 也不是太难 不太难 他就搬 如果黑旗想出头的话 那么呢 你这时候当然不能断 断是这个 熟手 断是熟手 断了他打 是吧 那你再去吃的话呢 这个被人家上面拔走花 这个肯定是白旗吃亏的 你还是能退啊 你走这个呢 他以后打了这里 还有好多借用 这个呢 白旗是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白旗要走的话呢 大概手机呢 是单挖 是吧 这个黑旗搬的时候 白旗是单挖 这个手机 不过即使这样呢 黑旗就算吃 你退 这个黑旗也不是不能考虑 就是让你少了这两个交换是好多了 黑旗就是说 跳了分阻 这样的黑旗也是可以考虑 当然啊 黑旗呢 如果觉得这样不满意啊 还是要取实地的话呢 他也可以呢 就是说呢 走呢 这个 从这边再露出来 哎 这样呢 做活呢 也是非常 容易的一件事啊 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这个 白旗啊 还是呢 比较难把 还是比较难把 白旗啊 冲 黑旗就搬 你拐 哎 黑旗就退 这个呢 你 还是得压住啊 那么黑旗就老老实实虎一个啊 这样呢 应该来说呢 活得呢 还是 比较 轻松的 啊 活得比较轻松的 白旗这里呢 还得继续呢 这个 补旗 补旗 这个 白旗啊 肯定是 不太满意啊 不太满意啊 不太满意 如果你不想让它走成虎的形状啊 你说我当压啊 不让它走得舒服 但是呢 这个地方黑旗呢 就可以 直接贴过来 直接贴过来 等你顶的时候呢 它就沾上 就沾上 由于这里明显呢 有个斑的弱点 这个白旗呢 要想继续来杀这个黑旗啊 是不太容易啊 不太容易 那么点这个呢 白旗呢 基本上呢 也没有什么好退让的啊 如果说我想退让 顶这个啊 让你先出来 我把这个先吃住再说 这样呢 当然黑旗也不坏 不过黑旗跟你较真一点呢 它还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啊 这个 就是说形成转换 它还会啊 完全的给你沾上啊 每一个纸啊 都要给你活出来 这个 就是说呢 白旗好像 拿黑旗啊 依然呢 是 没有办法 也还是跳不下来 跳背冲断 由于这里总是有个斑啊 你贴这个它还是长啊 你总是欠着 这里的 这个味道 你想 黑旗气呢 也比较长 你想强杀它呢 基本上是不太现实啊 就让它冷静的走一个 这个斑呢 打了一虎这个弱点 总是 这个存在的 嗯 嗯 这样呢 是不行 如果你想啊 这个 实在想吃这个啊 你可以冲断 倒是可以 但是呢 这个就 外面呢 损得太多了啊 这个 虽然你可以把这两个只吃掉啊 这边有所得 但是被对方拔掉一个以后呢 这个木树啊 亏损太大啊 黑旗在一尖顶啊 这个 整个这边啊 可以说呢 就是 全部呢 都 守住了啊 全部都守住了 那么 嗯 这样呢 这个旗啊 嗯 应该来说这个 这个 还是呢 白旗呢 不太舒服 不太好啊 看上去呢 都不太好 但是呢 我们还得回头呢 说一句啊 就是说 当白旗尖的时候 黑旗这个跳啊 其实啊 看见好多变化都行啊 其实呢 它并 并不是啊 这个跳呢 并不是呢 呃 最狠 最好的下法啊 啊 那么为什么跳不是最狠最好的下法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白旗啊 也有防守的好旗啊 啊 那么这部旗呢 看上去有点奇怪 但是呢 意外的呢 有力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我看上去 当跳这个的时候啊 这个 呃 呃 白旗啊 就是不要着急去封它 白旗冷静的好手是什么呢 扎钉 哎 大家看上去好像挺奇怪的 这时候扎个钉啊 但是实际上呢 这部旗呢 就是说呢 是防守的好旗 那我跳不是一跳就跳跑了吗 但是这样白旗 极算是最冷静的 尖过去 这个黑旗呢 也谈不上什么屁 因为白旗这里尖了这一下以后啊 就是说呢 嗯 黑旗这个脚上的木树 已经吃亏了不少啊 你沾上它都过 是吧 由于这里马上可以搬来搬 这里四木旗 加上白旗这里可能有两三木旗 就是说 这个 本身这两步旗的交换啊 这个对于脚上来说呢 已经有五六木旗的损失了 你这里虽然多破了一套一点 但是本质上你这块旗 还是古旗啊 还是古旗啊 还是古旗 同时 白旗这个扎钉呢 对这里 也有帮助 也有帮助啊 所以说走成这样呢 黑旗实际上呢 并无所得 并无所得 说不好听一点 有可能呢 还是 亏了 亏了 还是亏了 啊 那么有的说 那我这强行 还不让你度过呢 不让我 白旗度过啊 虽然也可以 就是说黑旗 现在可以拖 对 白旗当然要硬住啊 那么我再跳 你不是一下子度不过去了吗 但是虽然度不过去 但是这个托和这个交换呢 本身呢 是比较损的啊 把这里呢 外面都加强了 以后随时呢 他还可以吃这个 那么白旗呢 他也呢 不着急啊 就跳出来 整体相比来说呢 这两个相比啊 还是明显白旗强于黑旗啊 强于黑旗 这个 呃 黑旗呢 还是处于一个被攻击的状态 啊 被攻击的状态 这个 是肯定呢 嗯 不好的啊 这种点不好的 而 你如果不走这个啊 挤这个就更不能考虑了啊 这个注意 这个挤就太损了 你也 当然也提到了这个 呃 分段的作用 但是呢 这个脚上以后还牵了一个跳 这个木树啊 亏损太大啊 你把它这里破了 它把你这里破了 这个也不便宜 那么剩下的两块 你还被人家攻击 这个呢 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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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呢 当 你 打 这个破空跳的时候 白旗就算冷静的啊 扎个钉 这个呢 这个呢 黑旗 几乎呢 也没什么所得 没什么所得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黑旗亏了 但是呢 黑旗所得啊 几乎没有啊 这个 没什么呢 意思 也这个 当初二路破空呢 没有起到啊 很好的效果 那么所以 黑旗看似必然的这个跳呢 其实不是最厉害的啊 那么黑旗想来破这块空 其实他最严厉的下法呢 是 吵 注意 不给这个白旗啊 以这个 嗯 就是收手 或者说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啊 和平解决问题 那么 这个时候呢 这个 呃 白旗呢 当然就 如果再走这一类的手法 啊 或者说是跳 那就不行 这个就跳出去 就和不一样啊 啊 这和刚才这个形状就不一样 这样虽然慢了一步 但是呢 这里 白旗啊 底下呢 就没有这个 分段的这个 毛病啊 没有这个毛病 呃 没有度过的这个手段 这个就是 那么这样呢 黑旗是完全 可以跟白旗一丈的啊 由于这里这些损的手段都不用走 以后这一带 还有这些 打入的这个鱼味 啊 打入的鱼味 所以这样呢 这时候白旗就不能走这个 那么白旗 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黑旗就跳出去啊 白旗呢 只能想办法呢 去封住它 但是封住它呢 这个白旗呢 嗯 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也干净的风 如果飞着风啊 这个明显呢 显得有点松啊 松 自身的形状呢 以后这靠啊 这靠啊 这个也不完整 也不完整 那么黑旗 这样跳出来啊 这个做活呢 嗯 问题不大 啊问题不大 这样白旗要想杀黑旗呢 是不太呢 这个现实的啊 如果你就是冲 冲了拐啊 这个黑旗一长 是吧 就是说呢 很简单的啊 就活了 很简单的就活了啊 嗯 如果说你想强行杀它啊 比如说我就冲了来挖 冲了来挖 但是如果粘呢 那我可能呢 粘伤或者粒 这样呢 嗯 可以吃掉两个 当然也不一定 也弹不上这么便宜 不过这样呢 即使呢 黑旗呢 也可以吃出来啊 反抗 这个白旗是 即使上是 不成粒啊 不成粒啊 你吃 嗯 即使上增值有力啊 或者说你打这个啊 不管你做哪个 那么呢 这个外面被一靠啊 这个总是 挡不住的 啊 挡不住的 这个黑旗就出去了 你走这个呢 哎 他一挤啊 那这样吃通呢 还是收获很大 你这外围还有味道 你走这个呢 被一加啊 这个就已经 跑出去了 一旦被对方跑出去 你还就得 因为白旗得担心啊 自己的这个 这个 味道 啊 白旗就得担心自己的这个味道 这个 肯定呢 黑旗 这个 白旗呢 不太行啊 不太行 好 那么 简单让它活呢 这个飞呢 就显得有点松啊 当然呢 那么你就肯定想紧凑一点啊 这个呢 走这个靠 靠住这个啊 这个相对来说肯定是紧凑一些 但是靠呢 你也得注意啊 这个地方呢 以后呢 会有黑旗啊 他万一啊 有这个挤的手段 当然 现在不会挤 但是如果能够冲出去的话 他就有可能使用了这个挤 因为一旦被黑旗冲出去呢 这个子的位置就变得很差了 很差 所以 这个时候啊 黑旗呢 也可以 你有办法啊 它就简单的 跳出来 这样呢 做活呢 依然呢 没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白旗得冲啊 这个必须得冲 不冲的话呢 你单压呢 它有可能就贴回来 这个地方 小心这个挖的这个毛病啊 啊 这个挖呢 让你会非常的难受 你比如说你随便走哪个 它可能现在就立马呢 就要给你挖出来 这个形状啊 这个形状啊 是有弱点的啊 有弱点的啊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如果想行旗啊 可能必须得冲 必须得冲 必须得冲 那么呢 冲本身呢 它就度过啊 你这个也 弹部上呢 有多 你再拐呢 黑旗就简单的退啊 这个 轻松的呢 也呢 就是说是活了啊 活了 你压啊 这时候呢 黑旗呢 就稍微损一点点啊 搬一个呢 也是可以 搬一个也可以 它拖一个啊 你搬呢 它就退 你走这个呢 它就这个可以长一下 再搬了力啊 这个也是 可以啊 这个呢 形成一个双方呢 也可以 接受的啊 一些一个变化啊 一个变化 那么 这个结果来说呢 黑旗啊 成功的破掉了白旗 同时呢 这里还是留 给白旗啊 留下了一些这个余味 应该 从这个 打入 破空的 角度上来说呢 还是 成功的 还是成功的 在这呢 黑旗呢 可能呢 还有一种选择啊 如果觉得这个 不太满意的话 那么呢 这个地方呢 还可以呢 直接拖着 哎 直接拖着 这是我们刚才呢 也说过的啊 一个变化 一个变化 如果你退的话 那么我就再爬这个啊 就再爬这个 嗯 这样呢 是可以啊 如果你沾上呢 那我再长啊 你没有冲到这一下呢 这个 可能促进呢 会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 如果我们拖的话呢 当然白旗肯定也就只有半 也只有半 那么 黑旗呢 再从这里挖 依然是 寻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弱点啊 白旗的这个弱点 那么 白旗呢 不能打吃这个了 这个被吃出来了 那么 白旗这时候大概呢 只有退一个啊 白旗可以退一个 黑旗 沾上 黑旗 沾上了 白旗啊 现在当然来不及 唬了 只能拐住啊 只能拐住 黑旗 断倒 那么 不过呢 白旗呢 可以吃回啊 吃回来 由于这两个呢 太顺 太顺 这个结果呢 虽然黑旗呢 度过了 但是白旗整个呢 外面都 走的比较厚 以后这个小街呢 还是个先手啊 你去断吃这三个 本身意义呢 也不大 这样呢 还应该来说是 黑旗 可能还是 亏了一点点啊 黑旗还是可能亏了 这样的话呢 可能黑旗还是不是 啊 太满意 太满意 虽然是从这里度过了 但是这个 由于这两步旗实在是呢 太亏了一点 太亏了一点 所以这个 应该来说是 黑旗 不满意 啊 不满意 所以说呢 黑旗这个 正确的啊 这个 下方呢 还是应该呢 是 他 走这个的时候 你再走这个 当然他可以 直接走在这 形成呢 就是黑旗在底下做活啊 白旗呢 把外面 尽量 走后的 这样呢 一个结局 啊 可以说 也是双方呢 啊 都能 接受的一个 变化啊 接受的一个变化 嗯 但是 不管怎么说啊 不管怎么说呢 就是说 呃 从 这个旗形 来讲啊 啊 黑旗啊 破空的下法呢 呃 是点在这里 比较好啊 点在这里比较好啊 相比 比这个打入呢 要 强一点点啊 要强一点 点在这里 白旗如果觉得外面有点薄啊 或者说黑旗外面还有纸 那么呢 白旗呢 呃 靠这个取外式啊 觉得中间重要 这个是 可行的一个下法啊 可行的一个下法 呃 呃 白旗肩呢 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 可以就是说 和黑旗作战 啊 和黑旗作战 对此呢 呃 有跳和长的两种变化啊 这个跳呢 是比较清零 但是 白旗这个 有了这个好的防守以后呢 这个黑旗呃 不能说 就是说破空了成功啊 就是说 只是一个大家都可以 接受的变化啊 黑旗根据情况啊 也可以说是 长一个是最狠的下法啊 长一个是 最狠的下法 破空呢 破得最彻底的下法 但是呢 嗯 白旗呢 现在也可以 紧凑的靠住啊 靠住 也能够 能够应付啊 这个 注意呢 这个先冲是很有必要的啊 然后再拐住 这样来说呢 黑旗啊 破空是达到了目的 不过白旗通过 这样的防守啊 也能把自己呢 走后 走后 这个 呃 也不用呢 太担心啊 所以说呢 呃 在这个形状 是一个 嗯 白旗 可以啊 就是说 为什么经常见到这样一个形状 白旗呢 这个结构呢 还是说 是呢 是比较完整的 黑旗 有 破 白旗 控的方法 但呢 并不是说 啊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严厉啊 但是其中的一些 招法和变化 呃 看完这个呢 想必大家呢 也呢 都啊 有所了解 希望这以后在对局中呢 不会出现错误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